总之在几天之内 这个118师354团的团长 居然就换了三位 前两任的团长都因为丢了阵地 自杀身亡 其中第二任团长未实施 他是直接就当着面 就自己掏了枪 就自己就直接自轰了 第三任团长他上任以后 他接到军长杨伯涛他的指定 就是说你丢了坚固堆 你就别来见我 可是打到最后其实还是顶不住 他就呼叫说敌人太多了 用人还战术 我实在是顶不住了 就赶快炮火自援 这个时候其实 那个时候杨伯涛已经没有兵可调 所以就下令打特种弹 然后接着就是一团一团的白烟 就从坚固堆的西南方就染染的生气 顿时整个战场就沉没下来 人就消失了 倒下去了 美国没有多久 解放军又再度的发动攻击 这次他们后来就用尿丝的毛巾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用毛巾 这样子的肥皂水 做成简易的防毒面具 误助口臂 然后就继续的向前重逢 所以后来也就是这个特种弹 他就失灵了 所以因此这个肩骨堆就被攻下来 这段交锋的过程有一个地方让我很好奇 就是特种弹是什么东西 听起来非常厉害 解放军说这个是毒气弹 其实这不是国际禁用的神经性 和米难性的毒气弹 应该就是会让人眼睛暂时失明的一种催泪性瓦斯弹 只是说有没有另外再加一点 有的没的那种配料 配方 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国军其实是不太提 几乎是不提这一段 我们过去看大陆相关报道 都会提到说国军使用毒气弹 都是形容说发射出去以后 战场就一片无声 在台湾其实也有少数人 有做过相关的调查 其实有一位老兵写过一本 那个时代见证 这本书里面他就有特别去提到说 他曾经问过当年打过的 1184的一些官兵 每个人都说没有 不过我自己是个人认为 跟汤伯伯聊了以后 我基本上相信是有使用 只是他不是瞬间夺命的这种毒气 因为他当年也是受害者 不到50岁 其实视力就不太好了 就是看字读书就得用犯大惊 因为他当时是认为说 这个就是战争的后遗症 他那个时候曾经眼睛 曾经因为这种战时性的 催泪性瓦斯 这个耳不太好 那耳朵就更不要讲了 那重庭是一定的 反正都已经过了70年了 所以也没什么可以追究 战争就是这个样子 回到战争上面 尖骨堆尸手之后怎么样 12月15日 樊尾还有福联 他就召集了12兵团的 所有的军长 然后师长 就开始决定要分头的土尾 汤伯伯说 他们三五四团第二营 就被指定 被指派要负责断后 所有人凑一凑 大概1000人 就奉命要守4个小时 那具体的位置 他其实已经想不起来 是在到底是在哪个地方 但是只知道说要守4小时 守完以后 就朝酸堆积的西北方土尾 可是他们守了8个小时 到了最后要土尾的时候 已经是大半夜了 这个时间点 他记得很清楚 就是大半夜 能走的人 大概就只剩下100人 其他都 全部都证完了 那他那个时候 他认为 担心说 这个指令是有共谍在误导 所以他就故意往东南走 结果意外反而 发现到没有什么解放军 所以就只花3天的时间 就到了半步 之后再转送到武汉去疗养 去疗伤 他说战争激烈到他们那个时候 在机枪堡前面的尸体 通通都堆满 以射孔提高 因为所以打不出去 所以他就拿竹竿 还有木棍 那边去搓 把那个尸体搓下去 就继续地打 机枪手打不下去 他自己就接手 他那个时候 他还很得意地讲说 我的技术就是好 只是打到了八个小时 所以根本都没有子弹 所以他们那时候才准备撤退 对于有些大陆作品说 118是在守坚固堆阵地的时候 曾经出现用尸体 来组成这种人肉掩体 甚至于掺达150公尺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唐伯伯说 他的确有看过这样子的这种肉强 人强 不过他认为是比较像是自然形成的 因为地小人多 只要有人先倒下来 躲在后面反手的 只要中弹了 就很容易地把这个墙 就开始加高加厚 如果要进攻过来的 你也要越过那个尸体 所以也很容易中弹 你倒下来以后 又自然地把这个人强 就也加高加厚加宽 加到最后 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有多长 只知道说 他感觉上就是 几千人总该应该有 他还说 守到最后八小时 他的感觉就是 国家要完了 整个师 整个军都没有 有一种救不了国的 这种沉痛感 所以如果想到说 如果又被俘虏的话 会更屈辱 所以那个时候 他曾经就想要 他曾经就把枪拔起来 想要止尽 举枪之后 却发现到说 没有子弹 这个时候 他就去摸其他的尸体 想找其他的枪 就意外发现到一根烟 他本来是不抽烟的 这个时候也点起来 就抽了一根 抽完以后突然间转捏 觉得说自杀了 也没人知道 所以就把剩下的部队 一百人收容一下 就开始就想说 如果突围遇到人 就要再死也不辞 也因为要死没死 所以他一度觉得说 这是一种耻辱 这是一种军人的耻辱 其实就像前面提到的 虽然是同一个历史事件 但是因为各自立场不同 所以会被传送流传下来的 其实两边都不太一样 尤其这一类的故事 其实台湾方面 感觉比较少会去介绍 是 非常的少 或者说就是点到为止 在看大陆 看得到的作品 几乎大部分都是 大陆相关的作品 原因就是当时 18军一一八十 他们其实下辖的 这几个团 打得非常的顽强 非常的勇猛 其实真的是很少人生亡 生亡能够来台的更少 台湾过去也因为 这段战败的历史 所以就很隐晦 不太说 所以很多英雄人物 其实都没有人知道 毕竟很现实的一点 就是大家都会留下 对自己有利的地方 就像我们的节目 有一些大陆网友会视讯说 我们乱讲不是事实 我就会很委婉地告诉他 战争发生的场域那么大 人数那么多 有些可能不是他知道的事情 才是真的 事情真的是很多面向 更何况是一个大时代的战役 你讲这个我就比较有感觉 因为我自己后来 稍微涉略多了一点 觉得其实像大陆的 这种大决战之类的书本 台湾也一样都有很多人 会觉得说 它是一面倒的宣传 就像有些大陆网友觉得 我们的说话是有问题是一样的 我个人是觉得 有些作品 其实你剥除掉行动词之后 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你参考的地方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大决战 这样子的书 我个人看法就跟台湾一般人的 看法不太一样 我基本上认为 它没有什么太偏颇之初 更何况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来写 要那么写也很正常 至少作者也是曾经有做过 实地的田野调查 有调查才有发言权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本书里面 其实对国军的某些团展营展 其实还是给高度的肯定 所以我想说这个本来就是 胡连他们118师 真的是有做到零难无勾勉 坚守阵地仿佛冲杀 让对手都给予肯定 其实每次你讲这种交锋的时候 我都是边听边脑补画面 然后用过去看的一些战争片 到脑海中模拟重建 反正每次的结论就是 战争真的是非常的血腥 其实整个就是血腥两个字 真的是才能形容 在这个时候 其实也才能最能够考验人性 也才能够最看得出来说 一支军队到底有没有军魂 比如说118师 他也有另外一个团 叫353团 他也是一支非常凶悍的部队 他是号称青年团 他的团长是陆秀三 我们是几乎都没有听过 几个人的人民 不过他在大决战这本书里面 被赞扬说是 在徐邦会战里面表现最英勇的 国军第18军青年团团长陆秀三 他在战场的表现 获得中共指导指挥者刘伯成 邓小平的战配 然后为了要解决战力破表的353团 九重的司令员 秦纪委最后甚至也是 自己亲自去部署 从两个方向 用排山倒海的方式 来冲击陆秀三 他所坚守的阵地 也就是张维子村 到最后才把这个村给攻下来 不过这位陆秀三团长 他其实是很幸运的 他并没有战死 后来也有来到台湾 但你刚刚讲的这位陆秀三团长 我其实好像真的很少 几乎说没有听过这个人物 他是下场怎么样 他来到台湾以后 在军中的发展应该不是很顺遂 听说是沦为自来水的超表约 就异于宗 我们后来去找陆秀三的资料 其实会发现到说几乎就找不着 其实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我猜很可能就是说 多少也与层层系的土木系 后来在台湾吃不开 其实是有相当的关系 其实话说回来 如果我们是用最后一场战役 去定义功过 对他们也非常的不公平 但这个其实也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真的 其实我们看整个徐邦会上 或者说整个的国共内战 其实会发现到国军那个时候的 中级干部应该素质都还算不错 对 但我觉得一般 就大家啦 就是比较对军事没有那么深入了解的 其实他对于是生是死 那你获得荣耀或是屈辱 跟你打身杖或打败杖 其实是不能画上等号的 所以我们就还不去就算佛门 隐理说 打败杖或是屈辱 甚至是军事 他们也没有大用 还不去呢 就算佛门